各位中常委 大家午安 這週以來 疫苗陸續到貨 接種的人口涵蓋率 以今天的數據顯示是無重8 預計國慶前可以達到六成 隨著疫情受到控制 防疫的措施鬆綁不降級 我們一定會持續的注意疫情的狀況 我也要謝謝這段時間 民眾自動自發的配合 也要提醒大家 繼續維持防疫習慣 避免疫情有再次升高的機會 這禮拜 日本國會選出岸田文雄先生為新任首相 也要對岸田首相表達祝福 希望台日關係持續友好 我們也特別感謝現任的菁以為首相 過去對臺灣在各方面的支持 這週還有另外一件是值得恭喜 也就是昨天朱立文先生已經就任國民黨黨主席 如同我上週所說的 期盼國民黨在朱主席的帶領之下 能夠讓政黨政治回到良性競爭的常態 尤其是這個會期 立法院有許多重大的預算跟法案要出力 相信民眾會期待質詢與審查 可以盡快的開始 而不是總是看到杯葛 風轉 官員哭作一天的畫面 另外再過幾天就是國慶日 我也要在這裡 要呼籲我們超越政黨 對內彼此競爭 對外復必要是團結 這幾天我們也看到中國的軍機不斷的侵擾 我們西南空域 那麼我們的國軍也隨即升功難解 區域情勢的變化已經成為國際社會共同關注的議題 對岸的做法已經嚴重地破壞區域的和平穩定 在這裡我要證告北京當局 務必要有所克制 避免擦槍走火 謝謝大家